好 可以可以可以 太好了 我先講一下我自己 我現在就是Data Scientist 然後又是MVP 然後有一個小地方我想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我以前是念醫學相關領域的 所以才會大概有那麼一點點認識 對身體這件事情 跟頭背這件事情有點認識 這個學歷其實 老實講這個 我們很久沒有在講學歷這種東西了 都已經工作這麼多年了 誰會離我學歷啊對不對 所以但是因為今天剛好這個議題 稍微講一下 OK 然後這也是我講的嘛 我們大部分上班組都有久做問題 還是現場哪位不是上班組的 舉一下手好不好 你是老闆嗎 對不起 我在家裡 我也是在家裡工作啊 我在家裡整天也都坐著啊 所以這是大家都會有問題 你可能會遇到好不好 對啊 因為我們常會專心看螢幕 就像剛剛各位專心看你的手機 你的頭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也會 有沒有看到 對脖子就這麼緊接 這是不健康的事情 好不好 要想辦法避免 也就是因為我發現我自己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我的脖子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開始在想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改善 對不對 那像這樣的情況 叫做 I hunch 這個算是比較新的詞啊 然後如果 如果你在外面聽 聽到其他人講話 可能會 會講說這是龜脖子或景前青 景前青這個算是 我想一下 如果你們有看一些 物理治療老師的YouTube的話 他們可能會提到這個景前青這個算 或者會聽到 Upper Cross Syndrome 就是 上交叉症候群 那其實這個 這個情況其實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這樣的情況 對 那 先問一下 有人 是 念過 醫學相關的嗎 或者是醫療成業人員嗎 沒有齁 那 接下來我主場囉 就是 應該不會有人 說我哪裡講錯了 希望不要 希望不要 那 上交叉症候群 其實 其實這樣子 就是 因為你常常處於這種 就是低頭 低頭的那種狀況 所以你的 那個 頸部屈跡 就前面這個地方 然後 和下背部的肌肉無力 然後你的 胸部 和你的上背部 又太緊繃 所以 從側面看起來 就成一個交叉的狀態 就是 這邊 這邊沒有力 這邊太緊繃 所以 這導致會有什麼情況 最簡單的情況 最明顯看到 就是駝背 駝背 這是其實最明顯看到 但是 久了 你可能會頭痛 肩頸痠痛 像我最近 就有一點點 對 這是有點尷尬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 我要做這個專案的原因 對 所以這是我暑假作業 對 我 日本不是有那個 自由研究嗎 這個就是我 暑假作業的自由 我可以在拍照的時候 把口罩拿下來嗎 好 對不起 OK 好 那 簡單訂一下 I hunch 對 那 一般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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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 我們頭部的中心 像我現在直立的情況之下 我的頭部中心 應該落在我頸部的正上方 對不對 其實不會有我自己 對 那如果你的頭部 落在頸部前方的時候 就有頸前心的餘力 像這樣子 對 OK 那 有兩個方法 可以 確認有麼幾個前進 對 一個是這個 Cronial Grateful Angle Measurement 這方法 不太好 對 一般做不到 第二個是Rule Measurement 那我們還稍微講一下 既然 我可以釣出包了 我就盡情的釣吧 欸 對不起 按錯了 好 第一個就是 我們俗稱 簡稱什麼 CVA的Measurement 那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我們 我們的耳朵 有沒有 耳朵 這邊有一小塊 這個耳屏的地方 跟我們的那個 夾角 跟那個 17體的頸部的夾角 跟水平線的夾角 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 這個東西啊 稱 小於50度的話 那其實 就有可能是頸前心的情況 那 通常都不會 維持 很長的時間 always 如果你真的 長時間頸前 那個代表說 應該是看醫生的 來 來 聽我講這個廢話 對不對 這是沒有救 我是想辦法 預防大家變成 欸 長時間頸前線 簡單 我不是 老師 這是 拯救你的 感情頸前 對不對 我不是醫生啊 對不對 OK 那 但是這個方法 更不好 因為這個方法 不容易一點 我脫穿了 現在 有誰可以準確摸出自己的 第七絕頸椎在哪裡 我自己都摸不出來 阿 大概摸得出來 對 對 當你低了頭的時候 最突出的 幾部最突出的點 那幾部的地方 就是第七絕頸椎 對 不過這個 就是說你摸得到面 也很難觀察 因為 你怎麼可能拿到兩角去這樣子 這個方法不好 這個方法不好 我換一個方法 欸 對不起 我按錯 我先示範一下 欸 我認真去量了之後 這是 就是34度 這個 這個很不優 這個 如果我平常都是這樣的話 請介紹醫生給我 對不對 好 第二個方法 Ruler measurement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 不用遲 雖然他說用Ruler 但是Ruler是為了要 量你的那個 頻重程度 比如說這個時候 我靠著牆壁 最簡單的方法 當我靠著牆壁 背部靠著牆壁 然後 自然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可以站直 我頭部有辦法自然的 碰到牆壁的話 那其實 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 可是如果你站著站著 你沒有辦法維持這樣子的姿勢 而是你是這樣的話 喔 那中間這段 那麼長的距離 其實 就會可以來區分說 你是輕度重度還是中部 所以 有辦法站靠著牆壁 屁股跟肩膀 站靠著牆 然後 你頭部也是有辦法站靠著牆壁的話 那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做得到 只是 要一直維持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 是有點辛苦 好 停 那所以 像這位阿伯 喔 這位阿伯就嚴重了 他大概也有五到八公分少 對 所以 我記得這是韓國 paper 所以 韓國人 所以 韓國的阿伯又 不太好 有點嚴重 好不好 所以他是做不到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做不到 他就算 有些人 有些人有可能 我們雖然平常可能 用手機 然後 你前進 可是你 因為你還沒有併入膏肓 有沒有 你站著牆壁是可以靠得到 但 像這位阿伯 他是靠得到 這個就是 該去看醫生 而不是用我的 方法去拯救自己 好不好 然後 然後 所以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 就是 你也看得到 我們剛剛 有某幾張照片 看得出來 我幾天先的情況 是有那麼一點點 問題在 對不對 所以 我就開始在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觀察一下自己 我都已經知道定義了 我要觀察一下自己的情況 我就發現說 嗯 這個 左邊那張 還不錯吧 右邊那張 很不 很不 很不好 很明顯 而且說的還蠻嚴重 這還不是故意的 這是 我平常 我自己 旁邊加了一個camera 然後 就是 為了要做這個專案 就開始觀察我 就發現 就是 一開始可能是這樣的 做久了會變這樣 對 這樣 不用 我覺得大部分人 一開始也都是這樣 做久了就會這樣 對 因為你想要專心看醫生 我想要專心工作 對 昨天我呢 我朋友說 沒有辦法 就是專心的時候 就是想要軟爛 就想要說再一團 但是這樣其實 不是這樣好事 對 雖然大家都還很少年 對 OK 好啦 終於有那麼一點點AI的成分出現了 對不對 剛剛有兩張圖 所以我camera加在那邊 我可以固定收影像 我是不是可以用音樂器可 可以選 我可以用影像辨識嗎 這個 似乎好像 不難 對 但是 但是你知道影像辨識這種東西啊 方法不難啊 難是難在我要標準啊 我很不想做標準啊 有人點頭如搗蒜啊 看來都是受害者啊 對不對 所以我不想要點 我不想要 不想要用照片 那我只好 開啟第二技能 欸 欸 對不起 等一下再開 先觀察頭部位置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一直從側面去觀察它 但是從 從 從 這個 頭部的高度 你也可以觀察 越之一二 對不對 我發現頭的高度其實有差喔 有差喔 這個照片的角度 照片 不然那個Panema字沒有變喔 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 欸 如果我頭 我做震的話 其實我頭的頂點 比較高 我頭變的話 不得低 對 好 還是可以用 所以 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頭部的高度 那 觀察頭部的高度 或許用其他方法可以解決 對 好 我們就開始想一下一些奇蹟銀橋 對 因為我想偷懶 那 開啟 這個時候就開啟第二技能 我有IoT的技能 對 我可能用一些Sensor 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可以用超音波感測器 或紅外線避障感測器 只要我的超音波發現 我那個 它偵測到 它前面障礙我位置不太對的話 欸 我就可以 along 然後 紅外線避障感測器也是一樣 如果 紅外線避障感測器 如果 打到這個頭 它 它應該是會有 會有 會有障礙物 如果它頭低下的話 它就沒有障礙物 對 所以 可以這樣子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再用Image classification 好像可以嘛 對不對 但實際上 就是這樣 喔對 我幹嘛那麼比 自己比 持字噴就有了 所以我Sensor放在這邊 然後如果它頭往下的話 那個Sensor就偵測不到東西了 那就代表你有可能 我有可能駝背了 對不對 好 但是 很不幸的 這一招 不可行啊 為什麼呢 原因是這樣子的 就是 旁邊是我超音波的那個Sensor的 的數值 這個是 它真的到 障礙物的 的距離 但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這個 這個數字很不穩定啊 就是 六七到八十 我還可以接受 六十到八十之間 我還可以接受 但一下子 挑一一六說 這個我就覺得這不對啊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動 對不對 這個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啊 好吧 那 有可能是我技術不太好 所以我決定 先放棄這個Sensor好了 總是有其他Sensor 可以直接用的吧 好吧 但是 剛剛講 紅外線 避障感測器 一樣有問題啊 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了 我以為 我買的那個避障感測器 它是 可以偵測一百公分的 所以我其實 我的頭部跟這個避障感測器 有超過 在一百公分之內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但很不幸的 你看到這邊有個綠燈 一直在亮 一直在閃爍啊 這代表什麼 代表它不穩定啊 就是不管我前面有沒有東西 它都在閃 好 兩條路 沒了 幹 人生就是這麼痛苦 但是沒有關係 啊 對 我還是不想要做 這是最終手段 對不對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再想辦法標準好不好 我覺得還有其他招 我後來想到其他招了 既然我Sensor可以放前面 那我CAMERA放前面行不行 如果放CAMERA放前面的話 我可以看到什麼 應該可以看到 看到臉啊 嘿嘿 Face Detection 不要欠MOD 所以我們就 因為Face Detection 我搶到 就是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做我 去偵測這個駝背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弄了一個專案叫 Anti-i-hunch 這個時候應該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是i-hunch hunch是駝背的意思 i是什麼 其實i是因為 發明這個詞是認為 現在人大家都長時間使用3C 那個i就代表3C的意思 這是因為使用3C所導致的問題 OK 好吧 所以我們有些偵測概念 雖然我相信在座各位應該是天資聰穎 不過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我們駝背或頸前傾頭部就會下降 沒有問題吧 剛剛看得很明顯 至少我身上看得出來 從正面觀察頭部的位置 應該就可以看到說你頭部下降的情況 如果我們把鏡頭設定好的話 那人鏈可能就是在 頭部下降的時候就會超出這個攝影機的造影 那這樣的話你就會偵測不到臉 對不對 同時如果你往後躺的時候 你的臉也會變小 這樣的話 你的臉變小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用這個來當作一個特學 來去定義說你是不是往後躺 往後躺也不好啊 往後躺雖然不會有緊前線的問題 可能還是會有啊 但是你可能會有腰椎的問題 因為你沒有把你的重心 人的重心做在 設定在坐骨之上 那這樣的話你可能會讓你的腰部下背部神通 好所以 對這就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盡可能偷懶 對我既然選擇Face Detection的話 我就至少有這兩個套件 有沒有 Deliver的那個Face Recognition 跟那個AutoCV 我可以拿來做那個Face Detection 對 太好了 各種偷懶的工具都有了 那我們 開始來偷懶吧 OK 所以我們的偵測概念就是這樣子 這是 CAMERA看到的畫面 對 啊只要我的臉 沒有辦法完整 完整偵測的話 就GG 好不好 4K 欸 幹這也有什麼 喔好太好了 所以 我自己的 還不是產品的產品出來了 Enter and Hench OK 所以旁邊 旁邊就有這個東西 然後點下去之後 可以做一些Setting 這不是Setting 這是偵測的情況 欸這邊會有麥克風 這邊會有聲音嗎 抬頭挺胸 抬頭挺胸 好太好了 他要我抬頭挺胸啊 這個聲音聽起來 好像媽媽在呼喚我啊 抬頭挺胸 往後躺也不行喔 欸 不行不行 啊那 這個基本上 我只偵測這兩件事情啊 就是往後躺跟駝背 對 那 我這邊是讓他 如果離開三次的時候 他再 針 針對不到三次 他就不會再理我了 就是 以免他太吵 抬頭挺胸 好啦 大家 對抬頭挺胸很有意見 對 Google小寫的聲音真是棒棒 但 但其實這個做法其實是有效 因為我們不是故意駝背 我們是忘記 如果你故意駝背的話 麻煩你出去 這不是適合你的課好不好 對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點小小的setting 那 這個 這其實 需要用外接攝影機 因為如果你用 那個筆電的camera的話 你沒有辦法調那個角度 對 然後 那setting的時候 請你保持抬頭挺胸 然後 然後 就是 我們會需要在這個setting過程中 你調整那個拍攝的角度跟位置 然後 我們會讓他選擇 就是持續支持不了能的時間 像 我剛剛設定的應該是 5秒鐘還是3秒鐘 我就讓他 就是 就讓他喊出抬頭挺胸 對 因為 時間短一點 他會比較快喊 你們就不用等那麼久 對 那 我會讓他就是保持抬頭挺胸3秒鐘 請你們在設定的時候 維持3秒鐘 原因 原因是因為我需要去偵測你 臉的大小 然後 以他為的之後去設定 你之後 往後躺的時候 你要發出一些 就是 發出警告這樣子 好啦 那 我還是 雖然我講完了 但是這邊還是要秀一下 對 我有做一個小小的 就是 運用程式 但是只有Mac可以用 然後這邊有個setting 可以按進去 對 對 對 按下Enter之後呢 就要開始 對 然後我會讓你選擇Camera 那這個是 現在你看到的是 我 喔對 他 變成那個 上面的Camera 就是外接式的Camera 對 那我會讓那個紅框接近底部 因為你讓他接近底部的時候 當你稍微駝背一下 他就會 就會哀嚎對不對 對 那這邊可以讓他選擇你的時間 對 我是選 大家都選10秒啦 對 對 我沒有辦法容許自己太久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他這邊不會再喊 抬頭挺胸了 所以大家不用期待 好的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停留10秒 有興趣的拍一下照 沒有興趣的話 聽聽我畫火爛就好 對 那裡面就是程式碼跟那個 跟投影片都在裡面 對 好 好 好囉 那往下囉 欸 幹這種東西就其實就不用講太多了 對 看 看我的Github就可以了好不好 對 其實我 反正我就做一個小小套件 只是我沒有放到PIPY而已 那 不好意思放啊 對 對 對 那 裡面有兩個模 就是裡面 我寫一個簡單的code可以用 一個是setting 一個是show 當然他就是可以偵測 就是讓來做設定 以及正常使用的情況 那執行檔 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Windows 所以我只能做成Mac的執行檔 好 那 但其實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有些 建議你的螢幕設置 就是不要 因為我剛剛有講說 其實用 用筆電不太適合 那按照我的實驗 基本上我就是用外接的螢幕在看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去查一下Paper Paper就是說 52到73公分是 是比較適合的距離 那我就是按照這個去做設置 我好像是設置在72公分吧 因為我覺得我的桌子比較大 我比較想要 對 那另外一個是 眼睛與螢幕中心點的連線 和水平線的夾角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對 你的中心點在這邊 然後你這個跟水平線的夾角 這大概在15度 呃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就是 就是它的 就像我的話 我這樣做的話 我的那個 中心點跟桌面的高度 大概40幾公分到50公分吧 這樣還OK 對 不過 我等一下會再講一下這個高度的問題 我覺得 或許再高一點也不錯 對 那為什麼是用夾角 是因為大家螢幕大小都不一樣 所以它用夾角會比較好描述這個問題 好 好 那 先講一下 做了這個東西總是 要做點小實驗嘛 對不對 就是想要知道說 我到底這個東西可不可以WALK啊 我說可不可以WALK 是對我人體可不可以WALK 不是程式可不可以WALK 對 然後 所以我就做一個小實驗 說半小時為單位 然後偵測自己 紀錄景前 就是 就是偵測那個紀錄景前線的次數 啊 受測者只有我本人 對 因為這個 一個月前才做的專案 應該是沒有辦法 那麼快就找到受測者的 然後 實驗組跟對照組 就是 就是有沒有發出語音提醒 那個 實驗組 它是會發出語音提醒 然後對照組就發出 就是不會發出 它只是會偵測 會記錄而已 那 所以我就發現 一件有趣的事情 好 左邊 左邊是有的嘛 就是 它會發出語音提醒 就讓你知道說 要 要抬頭挺胸 而 右邊是沒有的 可以 非常明顯的感覺到 兩者之間的差距了吧 對 但是 或許會有人問說 呃 怎麼 為什麼會那個沒有 沒有的 它為什麼還會有那種 那個 被偵測到次數 比較少的情況呢 這理由很簡單 就是 這應該是 因為我是 我在做實驗的時候 不是一連串繼續做 是陸陸續續做 所以我發現這個 這個沒有的這一筆 應該是我昨天做的 因為我可能已經被訓練到 有那個慣性存在了 我已經習慣那個動作了 所以 我昨天量了最後一筆 被偵測到的次數 好像只有四次還是三次 在半個小時之內 所以代表說 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東西 呃 開始在 有點在協助我 訓練我自己的肌肉 讓我肌肉 自然而然的去 做出正確的動作 好啦 相對正確的動作 因為我還沒有經過驗證 對 對 如果 對 如果 我講的太過絕對的話 我怕那個TFDA找我麻煩 我不要這樣 對 對 那這個 既然我是一個Data Center 做一點統計檢定 好像也不為過吧 但是我沒有修出來 因為這個 實驗實在太簡陋了 不好意思修 但是我可以偷偷的講說 我用無論剛才那個 Sign Rain Test 還是Ransom 沒關係啊 差不多 這做出來的PVL小於0.05 嗯 有顯著的效益 非常好 開心 好 好啦 這個PVL多大不重要 重點是你能不能就是 你有沒有把那個 把自己的背挺起來 對啊 這個其實 會做這樣的東西 其實會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時間夠不夠 喔 不太夠了 還有五分鐘 好 我先繼續往下講 Run完之後 好 這個使用心得啊 我覺得視線非常重要 因為 因為你當你的那個 視線 要看的東西往 在比較下面的話 其實你頭就會自然往下低 所以我在接螢幕的時候啊 那個 我會把我的那個 筆電螢幕 關掉 這樣我才不會看筆電螢幕 如果螢幕開著的話 我會 自然而然就會想要低頭 然後考慮調高螢幕高度 剛剛講算是15度 可是我覺得 再稍微調高一點 會讓我的視線往上提 對我來講比較好 對 看不清楚就放大字體 千萬不要在那邊 瞇瞇眼然後往前看 因為你會往前看 都是因為你看不到 對啊 然後 但是維持這樣的知識其實 蠻辛苦的 人類不是這樣設計的 人類的設計不是 就是always坐在那邊 對啊 所以其實應該是要每半個小時 就要離開桌子活動一下 然後 好 那我雖然我剛才講說 用筆電不太好 但是我想說 一定會有人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說 那我用筆電 外接攝影機 看可不可以walk 然後我就發現 嗯 可以walk 你看這樣子 是 是 雖然他沒有很完美啦 但是基本上還算是直 對 但是 然後我駝背的話 就很明顯 他就會偵測不到 然後 如果我半躺半坐的話 不好意思 頭就不見了 對 所以這 用筆電的話 特而其而其次 這個 應該是可以做得到這件事情 對啊 那 我想說 未來如果還要再繼續做下去的話 可能就是 偵測那個戴口罩的臉 第一件事情我應該做得到 對 那第二件事情是 Micro Control Unit 就是MCU的話 想像起來 可能做得到 但是 我在想MCU 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強大的運算能力 可能就要把照片 或影像 傳到 雲端去算 呃 我個人 不是很願意 不過可以試試看 對 對啊 應該還有一些feature work 就是找一些售測者來試試看 但是因為我沒有賣這個東西 所以 應該不用啦 你想要用這自己拿去用吧 OK 好 再次強調 嘿 欸你哪齁 這個時候齁 你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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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但是其實 在物理治療師的觀點來看 其實是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會依賴那個東西 如果 我用這方法是 讓你盡量不要去依賴 呃 謝謝大家 其實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認為這個會有關係 可是有惰性 因為其實說實在有時候我們自己會偷懶 但老實說 如果你今天是為了要自己身體好 就不應該會偷懶這個選擇 是吧 就像我去健身 人家問我說你會每個禮拜去嗎 我自己每天都去 就是自己要求要不要做 那我認為應該過一段時間 我或許就不需要這個產品 因為我自己就有辦法維持自己身體 就是財通平常的狀態 就是你會腰痠背痛的時候 你就是會腰痠背痛的時候 你不會腰痠背痛的時候 是是是 所以我跟他講說 身體不鬆快 還是換人心 然後還有因為是 有可能會 腰痠背痛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你的坐姿可能會涼 我偵測的時候 只有我頭部 就是以前現在的情況 坐姿其實應該是還要再考慮 那坐姿 建議的是這樣子 你要讓你的重心 身體的重心 是垂直在你的坐骨上面 然後你的大腿 對 你的膝蓋 跟腳踝應該是在 一個垂直直線上面 然後你的那個 你的力量會順 順著你的坐骨 到你的大腿 到你的膝蓋 到你的地板上 這樣的話 人則上 應該會比較健康一點 然後比較不會累 但這個 就 因為我也不是物理製造師 回去可以看一下一些 youtuber 他們會做一些介紹 對 那我這邊是因為是 我針對我自己的問題 去解決這個 iHunch的問題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那一程到這邊正式結束 有問題 歡迎約獎師到我們樓上的開廳 進行進入討論 或交流 下一場一場十分鐘後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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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需要翻 就是一樣東西嗎 因為簡報會公司的 會公司的 會公司的 我要 我要自己去HackMT貼 是不是 因為我 你用給我 我也不公司 好 那我可以 我可以直接給你這個 好 那我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如果反正 你有沒有 我連那個 有沒有放置 我這邊 對 對 其實沒有最低 因為我是買 很便宜 好像買不到 六百多塊吧 對 因為他其實 其實是 沒有沒有偵測的 問題 其實都有問題 對啊 所以應該一般人都可以 對對對 好 謝謝 你有沒有試過 TWF Sensor 光學感測的模組 沒錯 這個 頻率高 不會容易 對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場議程 今天的主題是 使用Snorco 增補你的資料 那我是講者Eason 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的名字叫陳醫生 你可以叫我Eason 那我現在在師大讀 學習科學學士班的五年級 同時也在一個區塊鏈的新創 Core Heart 擔任研發 那我同時也繼續在學校 就是保留學籍做研究 因為我很喜歡做研究 這個研發狂熱分子 對 那我 我剛才 你加入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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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才 那個 你剛才 你先 看 我跟那 那我剛才講 那 黃礙線的調屏,像我們一般38G或56G 像你在遙控器公司也出過調屏 對,它那個穩定度就很好 而且人可以擦一點 但是一般你那個地藏的那種 它只是黃礙光... 它不是那個問題 而是你被造的物體吸收光線是很混亂 可是調屏的話,它有點像是一個 好像你打一個水波,然後再打一句,然後再彈回來 所以它就會比較穩定 所以我其實...我之前買那個... 沒有,那一般你蠻比較低的 那一般你蠻比較高的 我之前是... 所以像剛剛講的遙控器那個... 那是比較一進階版 沒有,遙控器那個因為一般外面外的模型沒有 要自己改電路 對,要自己改電路 但是那個零件是很容易買不到 我又買過,我又買過 就是它會同樣嗎 就是... 所以... 你可以... 是用Figma 所以它是要... 我應該有給一個... 我傳給你 我傳給你 那我這邊開它 還是我...我開我的Figma就好 也可以 那我開 你要不要... 那你的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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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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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8筒在那裡 所以如果我直接用那個F всего的 aquela方法 遙控器的那個做法 我們那也可以做到很嚴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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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那...但是... 你接都了以後 別的搜到最好 只有 mam想起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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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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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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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